4. 获得如意金箍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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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难道没有更重一点的兵器吗? 还龙王说,现在只剩下大雨至水时留下来的一根神铁了。 不过这根神铁并不是兵器哦。 孙悟空听了,就说,拿出来给我看看。 这时龙王面有难色地说,这根神铁没人扛得动,要麻烦您亲自去看看。 龙王带了孙悟空来到神铁的地方,只见一个发着金光的铁柱子。 孙悟空一边打量着这根神铁,一边用两手把它拿了起来。 孙悟空感叹道,如果可以再短一点,再细一点就好了。 说也奇怪,这根神铁居然开始变短变细,变成适合孙悟空使用的大小。 孙悟空仔细瞧了瞧这根神铁,上面写着,如意金箍棒,重一万三千五百斤。 真是太神奇了,这简直是个如意宝贝。 孙悟空便向龙王要了如意金箍棒,当作随身的兵器。 拿了金箍棒的孙悟空,接着又向龙王要一套衣服来穿。 龙王,海龙王实在拿不出来,但又害怕孙悟空乱来。 于是赶紧敲响应急的金钟,叫来南北溪三海龙王。 兄弟三人凑了一副黄金甲,一顶凤刺紫金罐,一双褒丝布云驴,送给悟空。 现在悟空有如意金箍棒在手,什么也不怕。 我已经不是以前的美猴王了,不可以跟井底之蛙一样,继续待在小小的水帘洞。 变得骄傲自负的孙悟空,回到了水帘洞,每天吃喝玩乐,并且结识了很多妖魔鬼怪。 一天,孙悟空大白天就喝得烂醉如泥,然后靠在桥边的松树下,迷迷糊糊糊睡着了。 在睡梦中,两个勾魂使者,用铁链套着孙悟空上,把他的魂魄拉起来就走。 咦,这里不是阎罗王住的地方吗? 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,竟敢把我带来地府。 孙悟空从耳朵里掏出如意金箍棒,喃喃念了一堆咒语,逐渐变大的如意金箍棒,把套在孙悟空身上的铁链切成两段。 接下来孙悟空把地狱的大门打开,冲了进去,吓得那牛头马面冲回申罗殿大喊说, 大王,糟糕了,外面有一个坏人打进来了。 正在整理人间生死部的时代冥王,看他长相凶恶,就赶快大声说, 这位大兴叫什么名字啊? 孙悟空走到时代冥王的身边,说,我是孙悟空,老早就修道成仙了,你怎么还把我带到地狱来? 可能是同名同姓抓错人了吧? 时代冥王害怕地说,胡说,怎么可能?一定是你们用错了。 我查一下生死部好了。 时代冥王打开生死部,找了很久,找到布置上面写有孙悟空名字的地方,指给他看。 时侯孙悟空,三百四十二岁,阳寿静。 孙悟空抢过生死部,大声地说,我也不记得自己多少岁了,没关系,化掉就好了,拿笔来。 时代冥王哪敢说不,赶紧拿笔给他。 于是孙悟空就用沾满墨汁的毛笔,把自己的名字从生死部上面画掉, 还顺手将所有猴子的名字都用毛笔去掉,大功告成。 孙悟空挥舞着如意金箍棒,得意洋洋地冲出申罗殿。 不过孙悟空一走出地狱大门就被绊倒,跌了个四角朝天,忽然醒过来了。 原来刚才只是睡在松树底下时做的梦啊。 怎么会做这么一个奇怪的梦? 不管那么多了,只要把我的名字从阎罗王的生死部上面画掉就好了。 孙悟空又高兴了起来。 止住。 止住。 止住。